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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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讲最后一个典故 用战争 战术 来告诉你修行是要有方法的 不是硬干的 十三世纪 是蒙古人的天下 他的名字叫做铁木针 叫做陈吉思汉 陈吉思汉 活了65岁 他的儿子沃阔台 活了56岁 他有一个孙子就是忽必烈 那 清孙 就是清老到我们咱们中国来 定都在北京 现在讲陈吉思汉 这陈吉思汉 从小 田木针就是在蒙古大草原 池城 起码 他 是一个 骑马术 超强的 一个英雄 但是呢 他很勇敢 可是他失败过 后来出现一个 陈吉思汉 祝该他要兴盛 要强盛 蒙古大帝国 东到日本 南到越南 北到波兰 奥地利 德国 西方西方西到 奥地利德国 北到苏联 都是蒙古大帝国的 版图 你看他有多多多大 他旁边出了一个 最厉害的 不是蒙古人 是谁 是耶利阿海 耶利阿海 耶就是耶稣的耶 利就是法利的利 阿就是阿弥陀的阿 海就是大海的海 是陈吉思汉的参谋 陈吉思汉有武力 强大的武力 多亏了这个参谋 就是靠头脑打仗的 有一次 这个陈吉思汉 已经扫平了 中国北方大草原 都是他统治的 他的野心很大 想要继续往西进 往西进 就是往欧洲啊 咱们中国的最西边 欧洲 就碰到一个小国 这个小国上面呢 上万的士兵啊 站在上面 拿着弓箭啊 要打 小国啊 不是很大 但是也不是很小 这陈吉思汉啊 是一个很勇敢的 他 他就说 他 千万人无枉仪 就是说 千万的人 我也照打 这个碰到啊 到晚上的时候啊 他去这个 派人去勘察地形 这个 陈吉思汉 就问他 第一参谋 左右手 参谋 就问他说 我们明天就攻 就打 我们蒙古大金 是有那个能力 可以攻下这个城墙的 我们武器具备 啊 撞这个门墙的 大的木头啊 士兵通通好了 准备好了 要打 没问题 陈吉思汉 就是用 蒙古 啊 大金的这种观念 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压阵 就可以击溃这个小国 这个耶利阿海 就阻挡他 他的参谋 就阻挡他 他说 不可以这样打 他们就称他叫做可汉啊 可以不可以的可汉 陈吉思汉 可汉啊 他说不能这样打 虽然说我们蒙古大金的武力强大 但是两斤交战 死伤会很严重 死伤会很严重 他说 那怎么打呢 这个耶利阿海就告诉 说 这个告诉陈吉思汉说 他们住在山上半山腰 他们水从哪里来 他们一定要有水才能够活啊 陈吉思汉说 是是是是 这个的确是要有水才能活 那要有水才能活 那很简单啊 说可汉 这是不需要打 那你那怎么怎么 怎么站呢 他说不需要站 这个耶利阿海啊 就想个办法 就把那个城墙的四周围啊 哇 哇就是哇那 四周围只要有水管了 因为有一定有水管 接上去啊 才有饮用水啊 他就开始用哇的旁边了 叫士兵啊 不要打 不要正面打 不要弓 哇伸往下底下 哇伸 哇伸 哇伸以后呢 就看到他们有接这个水管 就把那个水管切掉 把那个水盐切掉 七天七夜 那那陈吉士兰说 那再来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呢 耶利阿海就跟陈吉士兰讲 再来我们就是等啊 等他耗尽之源 就是一直等 结果七天 因为里面的城墙人 都要靠那个水源 城墙人 那城上的人 都靠那个水源 结果不会一兵一足 通通出来 双手脱翔 比出来 没有水 不用打 那厉害吧 那个参谋的意思就是 智慧有多么的重要 修行抓对的方向 用对的方法 用对的方法 轻而易举 减少痛苦 就是智慧 有一次 陈吉士兰 要去攻打俄罗斯的时候 就攻打俄罗斯 那个 碰到那个城墙 更大 好几万人 好几万人 都那个城墙 上面通过是士兵 而且是用最现代的 最强大的弓箭 在等陈吉士兰 这一次是攻打俄罗斯 往朝北打 往北边打 结果打的时候 这个陈吉士兰 你没办法咯 又碰到几万大金 在城墙守着 全部都是弓箭 标枪 滚烫的油 在等着你 看怎么打呢 这个事情啊 这个 陈吉士兰就问说 耶利阿海 说耶利阿海 这次怎么打呢 啊这个 这个城墙 如果不打垮 打垮他 没办法进入俄罗斯啊 没办法进入这个边界啊 就是唯一的城墙就是这个啊 那怎么打呢 这个耶利阿海啊 想说 可汉 你让我 让我一天的时间冷静 我来想办法 怎么打 这个耶利阿海啊 就叫他们不要炒他 可汉下令 所有的人都禁止 打炒他 这耶利阿海就思维 怎么打 我经过了一天一夜 陈吉士兰第二天 说耶利阿海 你想通了吗 说可汉 我知道怎么打法 才有办法战胜他 你用正面的攻击 他好几万人 会死伤蒙古大金很多 那怎么打呢 我们蒙古大金啊 在草原上 是很有办法的 攻那个残啊 是底下往上攻了 我们蒙古大金 没打过这种仗啊 简单讲 就是要把它引出来草原打 引出来大草原才打 不能底下一直攻上去 我们蒙古大金 没有这样的经验了 那 陈吉士兰就问耶利阿海说 那我们怎么打呢 耶利阿海就说 很简单 你先派少许的 少许的这个 骑马的步兵啊 带一些少许的军队 去挑衅 挑衅啊 挑衅 挑衅以后 等他自己城墙开 军队追出来 无论如何 要惹他生气 要惹他们生气 他自己就会开这个大门 派军队追出来 我们用少许的大金 少许的军队 然后我们的大军呢 埋伏在 埋伏在什么 埋伏在大草原里面 那个草都很高 很高 高到 那个马匹啊 通通叫他们躺下来 躺下来 所有的武士 战士 都要把马屁的嘴巴 捂住 你马屁会叫吗 叫啊 是不是 握倒 把马屁的嘴巴 压起来 结果少许的军队啊 就去 就去引了 引导他们 就去挑衅 故意射箭啊 故意挑衅啊 慢骂啊 弱夫啊 就是无论如何 你要引起他生气了 这个城墙上啊 没有多少人啊 还敢挑衅我们 没有多少人啊 还敢挑衅我们 就开这个大门啊 怎么样 蒙古大金本来就是一直 射箭啊 标枪啊 石头啊 就往上啊 攻击啊 挑衅啊 惹他生气了 他看没多少人啊 开大门 追起 就开大门了 就中计啊 开 这个大门一开呢 军队就追出这个蒙古大金了 追出来 追出来以后你知道吗 好几万人的 好几万人的 这个这个蒙古大金全部躲在大草原很高的草 全部都躲起来 同时握倒把那个马屁啊 嘴捂住 结果那个金队大金 开门出来的时候 开门出来的时候 大金出来 蒙古大金呢 引进入望 引导进来的时候 全部把它围起来 一刹那之间 整个草原全部都是蒙古大金 全部都消灭 城墙都是空的 金队通通出来 我举这个例子 是告诉你 战争要靠实力 啊 要引导战场 对自己有利的地方 因为他知道蒙古人 在大草原是很能打的 可是游夏打上 是没办法的 他们有办法 引导到自己对自己时间空间有利的位置 所以他打赢 诸位 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子的 啊 除了我们有实力以外 就是要靠智慧 要靠智慧 靠智慧 你的时间空间 要拿来的很好 你要跟你的家庭家人相处的很好 不要说我们写佛让人家觉得很怪 什么都是不甩人家 什么都不管别人的感受 我写我的佛也不管老公的感受 我写我的佛也不管老婆的感受 那这样子 大家都觉得你怪怪的 而你也觉得没有什么 反正他们就是凡夫 这样子不好 所以我们时间空间 要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环境 因此一个修学佛道的人 不要处处得罪人家 不要让人家感觉你是一个怪人 稀奇古怪 你明明知道佛法是很好的 但是也不要去激怒或者是惹脑 你旁边是周围的亲戚朋友 乃至于最关心你的人 我来说明明 好吗 好吗 好吗